中国的第一家店开张营业 此后 洋快餐在中国迅猛发展 到目前 仅麦当劳和肯德基两家 在中国店边比超过五千家 调查显示 城市人口中 有超过一亿人每周会吃一至两次快餐 近六千万人每周要吃两次以上快餐 洋快餐注重的是什么 也是口味和标准 你看看它呢 炸的薯条 汉堡 有什么鸡块 原味鸡 这个呢 那都是高油高盐的东西 那么剩下的巧克力呢 饮料呢 什么这个呢 又都是高糖的东西 就是现在世界范围都把这些垃圾食品 2004年 一部给我最大号的纪录片在美国上映 在这部纪录片中 年轻导演摩根斯·波尔洛克 以自己为实验品 连续三十天 他三餐只吃麦当劳的食物 让大家亲眼见证 吃油炸类快餐 对自己身体带来的影响 鸡肉汉堡200克 含有热量584千卡 中包主要 115克 热量350千卡 中杯可乐 460毫升 233千卡 过高的热量 使羊快餐营养比例 严重失衡 在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全球十大垃圾食品中 油炸类食品被列为十大垃圾食品之首 你看这位垃圾食品很多人离不开的 为啥 快捷方便 而且吃起来口感不差 对人产生短暂的这种诱惑 那至于长久的健康 很多人就不考虑 我们发现刚才说这种现象 往往是特别集中在中国的城市里 每一座城市都是一座胖的加工机 我变得很单吃 越吃越胖 越胖就越吃 终于我变成了一个三百瓣的大肥膊 为什么 最主要原因城市有一个特点 它让你尽可能多的吸入各种能量热量 但却尽可能少的消耗 你要在农村的话 每天你去劳务的话 即使你摄入那么多热量 吃得不错了 可是一干活一干消耗 但是城市就让你消耗不出去 就是说很多宅男宅女 一边叫外卖 我不用 甚至出去吃饭都不用 直接给我送家 然后还有各种各样好看的 好玩的 电子游戏 韩剧什么的 你能宅到家里头 你更加不愿意动了 而且时间一场都 连谈恋爱 都不愿意了 拿起那手机来 三米以内 有多少能跟我恋爱 都玩这个了开始 使你更加像胖子的 那个静定 一步一步推进 一边说 咱就说吃喝这个事 从这一样上说 一边说喝 你问现在好多青少年 你喝水吗 不喝水 很多孩子一喝 就这些饮料 基本都不喝水 那么饮料里面 它可不是就是一股水啊 它里头糖 加什么 你拿了饮料瓶 你看上面都写 你看可乐 一瓶可乐里头 含有的热量 你一天要是喝酒 能口可乐 你饭不用吃 热量够了 可是有几个人 喝完可乐不吃饭呢 你再比方说 你到那个羊块餐里面 点两个毛 一层小 一层可乐 这些热量 就基本上是你一天消耗的量 都消耗不了 可是你意识到了 你可能会觉得没吃饱了 但是你要换成中餐呢 比方说蛋炒饭 我再配个肠 或者一碗烂粥拉面 配一点花生 配一点小咸 你会吃的挺饱 但这个热量呢 还不如刚才我说羊块餐的 一半都不到 就是我们现在这样一种生活环境呢 往往使你积攒了太多的热量 而这些热量呢 由于我前面说运动少 你又消耗不出去 所以这城市里边 年复一日日复一日的 就制造了很多胖子 你没有地方去消耗这些热量 有人说那还在你自个儿 你去锻炼到健身房 问题就是第一个时间 很多人体育奔命 没有多少功夫去到健身房锻炼 而更重要一点 我们小的时候说体育锻炼 踢个球做广不跳干啥也不花钱呢 现在在城市里体育锻炼 也已经商业化了 你健身房办个卡 最少得一千多块钱一年 你去打羽毛球 租场地都租不着 就是任何一项体育运动 现在你想把它兼职下来 都面临着一个 你的时间不够 再一个你钱包可能不够 现在说请人吃饭 不如请人出汗 那也是要花钱的 所以这样一种模式造成了呢 你在城市里生活呢 每天摄入了大量不该摄入的热量 这些热量呢消耗不掉 储存起来 完了你就胖了 还有的人这都不满足 晚饭之后呢 胳膊上来顿夜宵 半夜出去 夜宵吃什么 啤酒烧烤最多 而烧烤很难消化 热量还齐高 喝酒就更不用说了 这些东西 它热量高不说 还有一个问题 消化都费劲 为什么你吃完喝完了 你要睡觉了 这个对人的危害是最大的 老半人经常讲句话 不要吃压炕头的饭 什么意思呢 就说你呀 吃完了就睡 这不好 就起码你吃完了和睡之间 要隔三个小时 你有充分消化的这样时间 而你直接就躺到那了 睡着了 这些东西不消化 积攒到第二天 会形成更多的有害的东西 所以我就说 真正的绿色生活 其实就是你把生活 变得越简单越好 但是有人说这话 说老梁你这 战神话不见腰头 这确实是 在我们现在生活里 健身和养生 有时候越来越成为一种奢侈品 你的工作压力 你的生活压力 逼得你不得不往前走 而你在这种压力之下 根本就没有多少心情和能力 在考虑 说我现在这种做起方式 不规律 生活方式不科学 你当你考虑到这些的时候 你已经成为一个胖子了 或者已经是好多病都找上你了 多余热量在体内积聚 健身成为一种奢侈 再加上饮食不规律等因素的综合作用 我国城市人口肥胖比例高达20% 更应该引起重视的是 我国青少年儿童的肥胖率 也在不断增长 据报道 我国目前 有1200万肥胖儿童和青少年 不吃早餐 经常吃快餐和锻炼少 是导致中国儿童肥胖的主要原因 所以我说这个肥胖 这作为一个时代的象征 它很难根治 它不光中国 比像印度墨西哥有的地方 它依然是胖子成对 比咱们富的也 这个问题是美国 美国现在呢 成年人当初有三分之一是肥胖 小孩力也不少 而美国这么些年 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力气 说这个肥胖容易引发 各种疾病也不好 要治理这现象 这些年也没有什么明显成效 据统计显示 美国成年人约35.7%有肥胖问题 而两岁至19岁的儿童和青少年 则有16.9%属于肥胖 若成年人的比率 再加上体重过重者 则美国过重和肥胖的人口比例 将骤增至68.8% 高糖分 高热量的美国现代饮食习惯 是引起肥胖的主要原因 美国政府做出帮助国民减肥的规定之一 是肥胖人群可以申请在应纳税额中 扣除减肥用的医疗费 同时任何一家餐馆都会在所有菜单后面 都标明食品所含着热量 提醒人们要抵制美食的诱惑 但即使是这样 美国每年还是有大量国民 因肥胖 摄患包括糖尿病 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等在内的慢性病 甚至死亡 就无论是穷国还富国 在这个问题面前 现在看都是束手骨车 因为什么呢 这是时代发展的一种城市病 据英国媒体报道 英国伦敦大学卫生和热带医学院的研究人员称 随着全球肥胖人群增多 其资源消耗相当于全球人口额外在天10亿 数据显示 全球人口总体重将近3亿吨 其中1500万吨是因为超重 350万吨源于肥胖 其中 北美洲肥胖人群占全球的三分之一还要多 据世卫组织2005年的数据显示 全球人口平均体重约为62公斤 人类要往前发展 我们在自己身上加的这个砝码就越来越多 而这种砝码反过来 就会破坏我们原来那种 存自然的健康的一种生活方式 你如果要想回归那种方式 往往就意味着你要放弃发展 放弃发展 现在人类都不愿意 都不答应 所以你要往前走 你想获得更多的同时 你往往会失掉 你本来就拥有它 所以这也是个 先闹循环的一个微妙的平衡规律 但是呢 有人说这种现象 咱也不能让它持续啊 对人类有威胁 会带来很多疾病 那怎么办呢 其实我倒觉得 这个只能是咱们自个儿想主意 美食的诱惑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这一切 似乎都把我们推向肥胖的边缘 那么 在生活中 我们要做到哪些细节 才能使我们远离肥胖 拥有健康 我们需要怎样努力 老良观世界 腰围上的中国 正在播出 你比方说 咱能用不走的 尽量就别开车 晚上呢 差不多就睡觉 睡之前忍一忍 就别去吃那顿夜宵 少喝点酒 烧烤的东西啊 油炸的东西 尽量少吃一点 咱尽量三头饭吃好了 就别吃零食 所以这些呢 都是我们身边的 可能都已经念叨了多少年呢 其实总结起来呢 也不外乎就那六个字 对所有疾病都管用 迈开腿管住嘴 你情长能活动点 然后呢 尽量的口腹之欲 你约束一点 少吃一点 这可能呢 你就离那个肥胖 带来那些疾病啊 就远一点 而且这个事情同时呢 它可能还意味着 别人对你一种信任度 说怎么信任度 你想想 很多女孩减肥 减肥成功的 大家说她有毅力 有的男的戒烟 说戒烟成功的 大家说她有毅力 就这种 你像肥胖类型的 往往意味着呢 人对自己的控制能力很差 你要是能减肥下来 能把烟戒来 人认为你自控能力很强 所以这种东西 由生活习惯 能够最后变成一种 道德评价标准 变成你一种 意志力的考验 你比方说我这儿有个公司 招一些年轻的大学毕业生 你比方说这大学毕业 胖得吓人 他自己不减肥 还站着可乐汉堡吃呢 我不愿意要这样 为啥 放纵自己的欲望 那我把你放到工作岗位上 我能信任你吗 所以在一定程度来讲 我相信这个社会 如果有对这种现象 一种理性的价值判断的话 可能也会在客观层面 约束一些人 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 健康一些 不要变胖 我希望是从现在开始 咱们起码电视机前的家长朋友 约束一下自己的孩子 少吃那些洋快餐 尽可能的领着孩子多活动活动 更重要一点 让孩子一天渴了的时候 去喝白开水 或者去喝凉一点的 哪怕冰镇矿泉水 不要去再喝那些高糖的那种饮料 我想把下一代这问题 如果能解决的话 我们将来的后顾之忧就会变少 感觉的什么呀 去喝凉々 criminal 小糖 感谢您收看这期老亮观世界 您有什么看法想法 可以通过屏幕下方 我们新浪官方的地址和我们联系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